李陶恰恰恰回到室內超悶熱 冷氣開關立刻按下去 瞬間套清涼 但最近9月份帳單寄出 不少人超崩潰 就連高收入的律師也不例外 律師PO出電費單 5口之家用電2500多度 電費高達12700多塊錢 整個人嚇一跳 說平時家裡面 便比冷氣一台開24小時 三台傳統冷氣只吹晚上睡覺時間 還有一台的烘衣機 這些恐怕是電費暴增的原因嗎 還是有什麼耗電的小怪獸 覺得烘衣機很耗電 會一直製造熱熱水器 它一直都在加熱 所以家說只要會發熱高功率的 都屬於高耗電電器 例如最可怕哥斯拉等級的 就要數電熱水平 加熱一次要10度電 如果設定一天熱三次 一個月耗掉900度電 一個月花2000元 一年就是24000多塊錢 貴得嚇人 電熱的部分 它都是比較耗冷的設備跟產品 電熱水器同樣很可怕 使用功率是所有家電最高 是冷氣的7倍之多 一個月洗澡耗掉60度電 一年花2000度電費就要3600元 電鍋烘衣機耗電差不多 一年耗365度 電費也要1800多元 電鍋它裡面也是電熱線 去加熱水的溫度 夏天除了最常用的冷氣很耗電 其他耗電怪獸 哥斯拉等級的電熱水平 一年電費24000 電熱水器電鍋烘衣機 通通要好幾千元 夏季電價期間 民眾想省電費 除了少開冷氣 高耗能家電 也只能能省就省 以免收到帳單 荷包大噴血 記者來觀看紀念中 王書宏 台南高雄報導 中文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